一星期一本书 最近杨幂又上了热搜 她的爷爷年前去世了 最近才在媒体采访时曝光出来 采访中她的一段话十分戳心 不能让所有人都等着你 这或许就是成人世界的真相 但请你相信 生活虽然总是艰辛坎坷 总有人在你的生命里 关心你 温暖你 我一向对流量小花并不感冒 但杨幂最近遇到的事 让我沉默许久 去年十二月 杨幂结束了与刘凯威的婚姻 让她处在舆论的焦点 最近杨幂的一段话 又让她上了热搜 过年前几天 爷爷去世了 但当时还在剧组拍戏 亲人去世 这个年她本想一声不吭地过 但想到团聚喜庆的大日子 总该给粉丝拜个年 最后还是发了一条简单的微博祝福 杨幂在采访中的一段话 十分戳类 不能让所有人都等着你 等你调节情绪 很多痛苦很残酷 但你不得不忍耐 不得不 藏在心里 人生总是如此艰难吗 还是只有童年如此 一直如此 小时候总想着长大了 生活就好起来了 等到长大 才发现成年人的世界 绝没有容易而自 曾经为你遮风挡雨的父母 逐渐老去 曾经能容忍你失误的老师 也留在身后 你开始自己解决柴米油盐 也明白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理想终究要败给现实 一觉醒来 周围都是依靠你的人 却没有可以依靠的人 成年人 意味着撕开所有的保护膜 毫无保留地 面对着真实的世界 也意味着无奈 妥协 不甘 和承担 看过一则新闻 深夜马路上 一个中年男子 包头通哭 像一个无助的孩子 面对路人的关心 男子哭着说 我难受得很 俺爸得癌症了 俺爸做了四次化疗 不见好 男子说 他今天喝了点酒 出门哭着发泄一下 我今天趁着家人没在 才在这儿哭呢 家人在这儿 我不敢哭 其实 哪有什么敢不敢 只是 在这个年纪 他是儿子 是丈夫 也是父亲 每一个身份背后 都需要他在前面 坚强地撑着 幸而 就像 像男子询问的路人一样 生活 虽然总是艰辛坎坷 总有人在你的生命里 关心你 温暖你 他骑着摩托车上高速 被交警拦住 一番询问 小伙儿告诉交警 这几天 工厂倒闭了 老婆也不知所踪 家里有两个孩子 需要照顾 陌生的交警大哥 得知他的情况 说 没事没事 一点简单的关心 让他趴在交警尖头 大哭 成年人的责任 让他单枪匹马地 面对生活 但总有人会 体谅你的艰难 哪怕 只是一个陌生人 他已经工作了 好长时间 穿戴着厚厚的人偶衣服 他蹲在地上 稍作休息 小男孩看到了 立即跑过去拥抱他 总是有人抱怨 现实残酷 事态炎凉 可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仍有一些美好 在不期而遇 直击人心 最柔软的地方 街上大雨 满沱 路面的水 已经淹过了脚面 他撑着伞 踏入水中 将堵在下水口的塑料袋 抽出来 风雨越来越大 连树枝都吹断了 横隔在路上 阻隔了来往的交通 过来的小哥冒着雨 将树枝拖到路边 风雨最大 但只要一个小小的举动 就能让城市 多一点温暖 火车站购票窗口 一位大叔 突然向旁边 一位女士下跪 女士连忙将他拉起来说 师傅你起来 原来大叔想买当晚的车票 但钱不够 差了二十元 售票员说 第二天的车票便宜一点 大叔犹豫一下 打算买了 这是旁边的女士说 就买今天的吧 买明天的 你还得在车站过夜 说完 为大叔补气差价 大叔不知道如何报答 连续三次下跪 想要表示感谢 那些窘迫的 绝望的时刻 因为陌生人的元首 多了一些暖意 甚至雨过天晴 谢谢你 陌生人 你不经意的善良 却让我 铭记一声 在清晨的街头 一位环卫阿姨 将鸡蛋拨好 放入盲人 乞讨者的手中 这位盲人 激动地下跪 向环卫阿姨 表示感谢 生活中 总有无数 艰难的时刻 但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 都会改变那些 惨淡的人生 在熙熙攘攘的街头 一位满身油污的流浪汉 将倒在地上的单车 摆放得整整齐齐 或许你没有那么帅 穿着也没有那么得体 但这一刻 你真的很帅 一场猝不及防的大雨 大夜看到 楼下的衣服 没来得及收 便在自家楼层 撑起两把伞 为楼下的衣服挡住雨 没有谁有义务对谁好 但我们 可以选择善良 在公交车站 一个穿着单薄的女孩 在等车 在寒风中 她冻得瑟瑟发抖 旁边的大叔 脱下自己的羽绒服 套在女孩身上 女孩说 谢谢你大叔 不用谢 我也有一个女儿 和你一样的 我是希望 她如果哪天冷了 也有人愿意 为她伸出援助之手 孩子 请你记得 善良是可以传递的 如果你下一次碰见 需要帮助的人 请你伸出你的援助之手 像这位大叔一样 地铁到站之后 上来一位坐轮椅的乘客 而他身边 从上地铁 就一直在玩手机的男生 很自然地 用脚固定住了 一直在晃动的轮椅 有些善良 其实是出于本能 杭州街头的某一处 出现了装满免费冷饮 且无人看管的冰柜 全城无人看管 只凭自觉领取 但令人惊讶的是 冷饮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增添了许多 很多人甚至只放不拿 这位从冰柜里 拿了冷饮的女生 在看到墙上贴着的告示之后 又把东西放了回去 善良不是一种天赋 而是一种选择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那些 失以援手的陌生人 能支撑着前行的 其实是家人 妈妈背着孩子 在街上卖场赚钱 过往的观众发现 妈妈的眼里含着泪花 生活好艰难啊 但一想到背上的孩子 即使流着泪 也要向前走 在拥挤的地铁上 孩子把座位 让给疲惫的妈妈 自己背起妈妈的包 妈妈睡着了 男孩将手放在隔板上 让妈妈休息得更好 妈妈 我知道您辛苦了 多休息一会儿吧 妈妈也知道 辛苦工作的意义 就是为了家人 如果此生 弱得安稳 谁又愿意颠沛流离 后车室外 两岁孩子哭着喊妈妈 喊得撕心裂肺 他强忍着泪水 满脸无奈 孩子 为了你 妈妈也要出去打工 父母在 尚有来路 父母去 只生归途 地铁上 女儿把母亲搂在怀里 就像小时候 母亲包着女儿一样 人到中年 和父母聚少离多 但只有父母在 家就在 在高铁的过道里 爸爸抱着睡着的孩子 孩子稍有不安 爸爸就赶紧拍着哄孩子 为了使孩子睡得安稳 爸爸必须尽力保持一个姿势 街上大雨滂沱 美国皇后 美国皇后去的大街上 父亲给儿子撑着伞 自己却被雨水打得湿透了 有人说 这个男人 左手拿的是事业 右手撑的是未来 背后顶的是风雨 相比母爱 父亲的爱或许更加含蓄 却绝不逊色 如果你得了绝症 倾家荡产也得治 如果我得了 那就不治了 经过漫长的煎熬和等待 手术后终于醒来 对着病床前的妻子 丈夫醒来的第一句话是 还有钱吗 生死面前 丈夫最先考虑到的是 如果没钱了 妻子以后该如何生存 爱情不是看她说什么 而是看她怎么做 孩子的鞋破了 老师找来针线和剪刀 将鞋子一针针缝好 孩子扭过头 忍不住哭了 老师 谢谢你 遇上 是我的幸运 生活总是有希望的 哪怕只是一点点光芒 在印度 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 被称为 被世界放弃的孩子 有一天 这里来了两位老师 他们在废弃的墙上 用粉笔给孩子传授知识 带给他们希望 有人爱着我们 就不应该放弃 19岁的甘肃男孩 魏祥 以高分考入清华大学 生活不能自理的他 请求大学允许母亲 与他同住 清华大学同意了 还给魏祥 住宿费全免 在回信中 清华大学招生伴说 人生实苦 但请你足够相信 生活 从来都不完美 但请你相信 一定有人在爱着你 是家人 朋友 甚至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都会给予你力量 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 愿每个人 都能温柔地对待生活 也终将被岁月 温柔以待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 在命远光场中央等待 那模糊的肩膀 越奔跑 越渺小 从今并肩往前的伙伴 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 只是那个夜晚 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 长大以后 我只能奔跑 我多害怕 黑暗中跌倒 明天你好 含着泪微笑 越美好 越害怕得到 每一次哭 又笑着奔跑 一边失去 一边在寻找 明天你好 声音多渺小 却提醒我 勇敢是什么 当我朝着反方向走去 在楼梦梯的角落 在楼梯的角落 抖着肩膀哭泣 问自己在哪里 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 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 时间它总说谎 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 长大以后 我只能奔跑 我多害怕 黑暗中跌倒 明天你好 含着泪微笑 越美好 越美好 越害怕得到 每一次哭 又笑着奔跑 一边失去 一边在寻找 明天你好 声音多渺小 却提醒我 长大以后 我只能奔跑 我多害怕 黑暗中跌倒 明天你好 含着泪微笑 越美好 越害怕得到 每一次哭 都笑着奔跑 一边失去 一边在寻找 明天你好 声音多渺小 却提醒我 勇敢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